中常委私下跟我讲了 说这个主席铁了心做最后的决定 要把自己摆进安全名单 既然已经成四部格党 他们能做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 他能够把自己的名次 摆在最后面一点 本来大部分的人是希望 能够摆在第十四 甚至十四以后 就像之前赵浩钢先生 还有很多党内的先进前辈 立委正副县市议长 都说希望能够在十四十六以后 在这个最后发挥领门一脚 甚至有点压政这样 那可是后来他从第八 愿意把自己调到第十 挺无派的人认为 就像你早上看到 其实那部分都是挺无的 有部分他们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我觉得在里面 现在弄成这样的 民国初年袁世凯的保皇党 这样没有意义 那当然刚刚有志涵几个来宾讲的 我也认同 吴敦英主席哭了 但是与其他这个时候哭 比明年1月11号 所有的党员跟国民党的支持者 还有很多的庶民 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甚至韩国瑜本人 大家抱在一起哭 这个哪一个比较重要 孰清孰众啊 所以后来今天中常委跟我讲说 名单已经看到吴敦英 把自己放到第十 把本来的这个陈影信的第十 拿到第十六去 然后把邱毅放进来第八 那谢龙介还是第十二 那我们是大声疾呼 希望因为谢龙介跟这个 温玉霞这个台商 是 温玉霞十三嘛 温玉霞是十三 那这个谢龙介是十二 这两个人是 一个是安全名单边缘 一个是安全名单之外 这两个人是可以看得到韩国瑜 总统候选人推荐了几个人里面 他只有推荐几个三四个四五个而已 那推荐了几个人之内 唯一名单上的剩下两个人 那如果你一个摆在安全名单边缘 一个摆在安全名单之外 那其实就非常 不但绑架了这个韩国瑜 还绑架了很多的韩国瑜支持者 跟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讶异 非常的错 而且非常不尊重韩国瑜 那毕竟他是一个总统提名 这个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如果你把韩国瑜推荐的 温玉霞跟谢龙介摆在十二十三 交代不过去 是不是可以往前推 所以我们刚刚做最后的努力 还在联系几个中常委中央委员 希望吴敦毅能够体认大局 主席能够以大局为认 吼